公元前316年 燕王快因受蛊惑 将王位善让于国相子之 子之即位三年 国内大乱 齐国趁机罚燕 但燕国作为七雄之一 毕竟是战国格局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如此重大的决定显然并不简单 齐宣王找来孟子 想听取他的意见 不取必有天阳 取之何如 取之而焉迷月 则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五王是也 取之而焉迷不悦 则悟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闻王是也 以万圣之国 罚万圣之国 单识湖江 以迎王师 岂有他在 必水火也 如水一身 如火一热 亦运而已矣 我们一般会以为 像孟子这样一个儒家学者 他讲究人正王道的是 不应该派兵 对不对 但是孟子的回答很耐人寻味 王道并不是没有战争 王道同样可以战争 只是这种战争是正义的 还是非正义的 是符合百姓利益的 还是不符合百姓利益的 那么在孟子看来 最根本的利益出发点 是人民 这一点是孟子思考问题的一个 很重要的出发点 因痛恨子之篡位 燕国军队不战而降 百姓甚至丹石湖江 大开城门迎接齐军的到来 于是齐军长驱直入 仅用五十天便直到燕都 继而齐军王与一股作气 吞灭燕国 但这却引起了各国不满 春秋的时候呢 他特别讲究一个势力均衡 齐国的土地扩大了 相对来讲 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土势力就缩小了 其他国家就想发兵攻打齐国 这个时候孟子呢 他就提出来 他说我们应该赶紧从燕国 撤兵回齐国 并且我们在燕国选一个带领人 选一个燕国百姓 能够支持 能够认可的人来做国君 但是呢 这个齐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 燕国臣民见齐军依旧烧杀极虑 玄疾势如仇寇 本已归降的燕人又纷纷反叛 此时的齐宣王还不会想到 这一事件已为齐国的未来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燕国就等于是面临着这种非常屈辱的情况 本来自己国家出了一场闹剧 还被齐国给趁火打了个结 所以说呢 这个两个国家的仇恨就拉开了 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 你没有针对燕国的情况 迅速安定民心 把这个政权稳定下来 反而是这个无节制的杀戮 觉得不是自己国家的人 拿人不当人看 所以最后没有收服民心 后来齐宣王说 哎呀对不起 这个很羞愧呀 忘了听孟子的话了 孟子感到自己在齐国的日子 已到了结束的时刻 曾经他顶着名震天下的声望 躊躇满志地来到齐国 并一度身居轻卫 备受尊崇 但一次次的努力 等到的却是理想的破灭 年进花甲的孟子 感受着一生中最为悲凉的光景 公元前312年 孟子最终决定辞去清蔚 离开齐国 得知消息后 齐宣王极力挽留 并调示 与中国而受孟子誓 养弟子以万中 但被孟子拒绝了 市中心 给你搞一个大房子 然后给你万中 就是给你很多钱 因为孟子是个 有浩然之气的人 你在这吃闲饭 你说的话 国君不完全听 只是做一个聊客 聊一聊天 你在这儿 还会拿捏那么多东西 高官厚禄的 那不是孟子的作为 他自己有一个 著名的观点 就是说 他说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但是二者不得接接 我什么呢 舍鱼而取熊掌则也 身是我们所想要的 义也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两者不得接接的话 那我要舍身取义 他认为道义更重要 所以在权衡以后 他觉得 我要追寻 我心中的道义 我心中的敌论 我心中的敌论 我心中的敌论